上期咱們講了江澤民的家庭背景 少年時期的生活以及他的上海冰淇淋保衛戰 一氣右派保衛戰 應該說一氣這種需要幹活的地方 受反右的影響還是比較小的 反右的主要受害者是黨外的文科生 江澤民雖然在反右中不積極 但是並沒有因此被針對 並且由於工作能力突出以及一氣擴大產能的原因 還被任命為動力分場的廠長 說到擴大產能這個事兒 咱們就不得不稍微提一下大躍進了 1958年2月 毛澤東來到長春視察一氣 一氣的幹部為了表決心 承諾要把下一年卡車的年產量翻兩番 同時還會把成本減半 甚至表示要在未來5年將產量提高8倍 其實這個目標誇張不誇張也還好 大家看特斯拉的上海工廠 產量也是一年翻一番 工業化流水線這個東西 講究的就是一個規模 規模越大效率就越高 一氣是舉全國之力建的 只要國家能夠持續投入足夠的資源 這個目標未必不能實現 問題出在原材料上 汽車工業是需要大量的優質鋼鐵的 但是當時中國的鋼產的那是不夠的 所以才發生了之後以鋼為鋼的大躍進 農業上那些吹的牛逼其實都是附帶的 毛澤東是地主家的孩子 對農業的了解其實是比較深的 之所以毛澤東沒有打壓農業上的浮誇風 是因為毛澤東明白要快速發展工業 短期內就必須犧牲農業 但是共產黨是靠農民起家的 不像蘇聯是靠工人 如果學著列寧斯大林明目張膽的從農業戳血 有點說不過去 所以就僵錯就錯 你不是說農業產量高嗎 按照你報上來的數目 我給你留足存量 剩下來的資源我就發展工業 不為過吧 細的咱們以後再說 但是還是出了問題 煉鋼多少還是有點技術含量的 當時的共產黨員黨性肯定是夠的 但是知識水平它跟不上先進的黨性 俗稱就是有心無力 鋼是生產出來了一些 但是質量跟不上 就像大家看的那種叢林生存視頻 有些大神能用木炭加鐵砂就整把鐵刀 但是這種鋼材想用來做汽車 肯定是遠遠不夠的 江澤民根據上面產量的預期 讓所有的動力設備運轉達到了極致 但是沒有用 鋼的質量太差 出來的成品大部分都不合格 這就導致中國的重工業目標無法達成 糧食可以吹牛逼 反正也沒人一斤一斤的給你撐 但是汽車生產了多少量 能不能開載重速度能到多少 這個是沒法吹的 或者說你想吹 也只能有限度的去吹 於是只能進一步的去壓榨農業 最後形成了惡性循環 這些當然用不著江澤民去管 江澤民的責任就是保證整個一期的動力 但是大躍進還是給江澤民的工作 創造了困難和機遇 大躍進其實是一種合則而餘 破斧沉舟式的生產力越前 跨過去了生產力整個的上一個台階 跨不過去就得往回倒車 1961年整個中國的重工業產值 比1960年降低了47% 鋼鐵產量也掉了差不多50% 這很正常 就跟凱開了八門一腳葉凱踢出去之後 就只能躺地上了一樣 而這個影響不單單只對工業和鋼鐵產生影響 幾乎各行各業的產出都受到了影響 比如說煤的產出也減少了30% 這可不是中央有計劃的減少了30% 而是餓著肚子的工人 他實在沒力氣挖煤了 這對江澤民的動力場影響就很大 雖然說國家整體的重工業在萎縮 但是作為毛澤東重關注的項目 一氣還是在大幹猛幹 可是動力來自於電 而當時的電基本完全來自於煤 煤炭產量的不足 就導致江澤民管理的動力場也快不行了 蘇聯人是怎麽做的呢 毛澤東說我們都是燒石油的 1959年中國在大慶發現了中國最大的油田 大慶油田 大慶地處黑龍江和長春的一氣靠得很近 於是中國就想跟蘇聯取經 學習用石油發電 毛澤東開始表示沒問題 但是在1960年因為毛澤東罵赫魯曉夫 赫魯曉夫惱羞成怒 抽回了所有在中國支援的專家 但是劍在弦上不得不發 一級布就給江澤民下達了命令 三個月內要完成整個一氣發電系統 沒改油,不但要為一氣提供電力 還要為周邊的長春市民提供冬天的供應 上一期節目咱們就說了 江澤民即便在國裏中央大學和交大 智商都是排在前列的 而且可以做到白天搞學生運動 晚上挑燈閱讀,照樣成績優異 此時的江澤民帶著手下的技術人員 仔細研究蘇聯專家留下來的技術手冊 整理歸納出了所有的技術細節 然後江澤民又帶著工人們 三班倒進行發電廠改造 江澤民大部分的時間都待在現場 每天只睡幾個小時 最後終於在三個半月後完成了改造工作 比一級部給的三個月晚了半個月 但實際上一級部的領導人十分的開心 三個月就是他們的胡給的 想要給江澤民壓力 其實能不能改成功 大家心裏都沒底 就別說這時間了 結果江澤民不但做成了 而且時間還很短 發電廠的改造工程 確實是算得上江澤民一生裏 非常重大的成就之一了 比冰淇淋保衛戰要匯光多了 江澤民這次的成功 不但在工業和名聲上起到了改進作用 最關鍵的還是政治上的意義 這是中國在離開蘇聯的支援後 獲得的一次重要勝利 所以北京一下子就記住了江澤民這個人 而有了這樣一個出色的成果 江澤民在大躍進中自然就沒事 到了1961年 劉鄧壓制住了毛澤東佔了上風 開始糾正大躍進的錯誤 那就更加沒他的事了 人家是真的幹成了呀 不但沒有他的事 這樣的人才還得著重培養 1962年汪道涵又將江澤民從長春調到了上海 擔任上海電器科學研究所第一副所長 理由強到沒人能跟江澤民競爭 因為江澤民是共產黨年輕一輩中 少有的業務和領導能力 雙專精的後世俗稱SSR specially super rare 這不是說著玩的 大家可以放眼全球看看 現在那些愛搞運動上街頭的政治人物 大部分是略具管理能力 毫無業務能力 江澤民是在大學的時候能帶同學搞運動 工作的時候能夠領導好團隊做出成績 讓他幹啥就能罵啥幹好 當然最牛的還是江澤民他不是個老好人 有本事把政敵送進大牢 這個咱們後面再講 汪道涵非常夠意思 不但把江澤民調回了上海電科院 還把江澤民的老婆王也平 一起調到了上海電科院做總務秘書 算是把江澤民的後顧之憂都給解決了 這個時候中國的政治局勢是偏右的 劉少奇在1962年2月的7000人大會上指出 國家的災難性局面只有3分是天災,另外7分是人禍 毛澤東被迫做了自我批評 權力的天平朝著劉鄧劃去 第一機械部真正的老闆是薄一波 薄一波在1954年被任命為建設委員會主任 主要負責第一個5年計劃中 蘇聯援助中國的156項工程 上期我們其實已經講過了 第一機械部建立的一個主要目的 就是為了協調蘇聯的援助 1956年薄一波又任國家經濟委員會主任 和鄧小平起草了工業70條 在劉少奇批評完毛澤東後 薄一波又成為了國家紀委副主任 負責制定第三個5年計劃 在後來鄧小平重新掌權後 薄一波也馬上被任命為了機械工業委員會主任 所以說在文革前整個中國的重工業這一塊 其實都是薄一波負責的 而薄一波的大老闆則是劉少奇 小老闆是鄧小平 我不知道這個能不能給大家解釋下 為什麽後來薄熙來在江澤民執政時期 那麽順風順水了 薄一波除了管一般的工業 還在1955年時被委任管理原子能工業的發展 1965年包含了一個原子能研究中心的 武漢熱工機械研究所成立 汪道涵建議讓他的小兄弟江澤民去 建於江澤民已經給北京留下了不錯的印象 因此江澤民幾乎毫無阻力的 就成為了熱工機械研究所的所長兼黨委副書記 這麽一下江澤民就算進入了高級領導幹部的行列了 但是其實江澤民並不是特別喜歡這個任命 畢竟大上海更加繁華 他也更加習慣上海的生活 但是好歹是升官嘛 而且以當時中共高層間的鬥法來看 劉鄧已經佔了上風 作為劉鄧系的年輕小將江澤民 理論上來說用不了多久應該就能回到上海 甚至是前往北京 但是有時候就是這麽的世事無常 1966年5月退居二線的毛澤東決定換個思路 既然黨內的權力已經被修正派給篡奪了 那就通過群眾路線把權力再奪回來 於是中國開始了一場長達10年的文化大革命 在動員老百姓這一塊劉鄧還是玩不過毛澤東的 在毛澤東一通組合拳之下 很快兩個人就敗下陣來 劉鄧所掌控的一級布當然也不會有好果子吃 大部分高層領導都被打倒後 送去農村種大米或者養豬了 開始文革是在北京和上海爆發 還沒有蔓延到武漢 可是到了六七年 即便劉鄧已經被打倒 毛澤東依然還沒有要停止文革的意思 這個時候還在武漢狗著的江澤民也受到了波及 陪伴他的大字報也上了牆 他被攻擊的原因大概有幾點 第一爺爺做過商人 第二他們家有知識分子背景 第三他接受過精英教育 並且在蘇聯學習過 那個時候跟蘇聯的關係可差著的 第四江澤民還會說好幾門外語 這說明他崇拜外國生活的方式 第五江澤民過著資產階級生活 證據是江澤民經常會在公開場合梳頭 並且整理著裝,勞動人民哪裏會做這些 只有資產階級的人才會搞這套 第六江澤民鑽而不紅,是個白鑽 什麽意思呢 這裏就要說到毛澤東的一句名言 毛澤東說政治和業務是對立統一的 政治是主要的,是第一位的 一定要反對不問政治的形象 白鑽說的是什麽呢 就是那種只知道埋頭搞業務 卻不重視政治的人 江澤民有這麽多問題 紅衛兵當然不可能放過他了 於是派了一位流信的大學生來審問江澤民 怎麽說呢 這個是真正意義上的民主 一個學生可以堂而皇之的審問國家官員 這在民主燈塔美國都做不到 目前好像只有中國的臺灣保留了一點文革的火種 也算是臺灣為人類璀璨的文化產成做的重要貢獻了 攻擊江澤民的這些理由當然是狗屁不通 但是我們說在你明知道玩不過對面 並且反抗有可能丟命的情況下 該服染就得服染 像彭德懷讓他承認錯誤 但是老人家以為自己是在跟國民黨玩 還搞寧死不屈那套最後就去世的早了點 骨灰盒子上的名字都不是自己的 江澤民這個人就非常的能屈能伸 你有沒有錯啊 我有錯我有錯 我檢討我檢討 說小江你頭髮留這麽長 像解放前的髮型啊 江澤民馬上就去理髮店把頭髮剪短 回來別人說你的頭髮還是長啊 江澤民二話不說再去剪一輪 把對面搞的沒脾氣啊 其實我們看後來江澤民跟鄧小平 跟克林頓還有布什搞的時候也是這個套路 該服染就服染 面子什麽的不重要 等我翅膀硬一點兒了 我再來偷你 很幸運的 江澤民在文革期間沒有受到太大的迫害 一方面江澤民是真的沒有什麽經濟問題 武漢的家裏啥也沒有 上海的家裏武漢的紅衛兵他又搜不到 另外一方面 武漢畢竟離中樞比較遠 文革的氣氛沒有濃烈到這個程度 而且江澤民的認錯態度又非常的好 更關鍵的是江澤民懂得用共產主義 以及毛澤東來保護自己 說他去蘇聯留學說他講外語 跑他家裏一看 俄文版的馬克思主義 英文版的毛澤東思想 你讓紅衛兵他怎麽批判 所以說江澤民就沒有被戴高帽或者遊街 也沒有被揍 但是所長還有書記的職務還是被剝了 那麽江澤民是不是就任由這幫文革的人瞎搞呢 也不是 認錯歸認錯 江澤民該幹的活兒他還是在幹 甚至還偷偷為技術人員組織講座和課程 其中還能包括用英語和俄語授課 在當時那個反知識的政治氛圍裏可以說是奇蹟 而且江澤民在上海的老婆王也平 還偷偷收留了汪道涵的女兒 這在當時是冒了非常大的風險的 因為汪道涵已經被打倒了 這個也為後面汪道涵不遺餘力的扶持江澤民買下了伏筆 江澤民在被停止兩年後 被送去了河南的五七幹校參加改造 五七幹校是什麽呢 這個也是一種有文革特色的學校 源自於1966年5月7日 毛澤東寫給林彪的一封信 大體就是毛澤東認為幹部們也需要參加勞動 參加改造 之後各地都開始興建五七幹校 這個學校裏的學員主要都是被撤職的 背景不好,思想不堅定 但是又不需要徹底被打倒的幹部 在學校裏的主要工作 除了學習毛澤東思想,進行思想改造 就是養豬,種小麥之類的 1969年的4月中共九大召開 權力在這場會議上獲得了重新分配 各個在文革中支持毛澤東的派系獲得了最大的蛋糕 最大贏家林彪在鬥垮了彭德懷、賀龍、葉劍英等開國元帥之後 成為了國家副主席 名義上的國家主席第一順位繼承人 這個其實是好事 太子大為壹定就代表著國家未來理論上的穩定 這種時候恢復國家的穩定的重要性 就大過了階級鬥爭 但是很多活躍在檯面上的文革派紅是夠紅 就是離毛澤東說的磚差的太遠了 於是向江澤民這種白磚的機會就來了 1976年在五七幹校被改造了壹年的江澤民回到了北京 在豆皮改辦公室被教育了壹段時間之後 就成為了一級部的外事局副局長 為什麽讓江澤民進外事局呢 因為首先江澤民就比壹般的深紅官員不知道高到哪裏去了 另外1969年中蘇之間發生了珍寶島事件 兩國的關系非常的緊張 中國迫切的需要通過外交手段獲得外界的支持 當時羅馬尼亞希望擺脫對蘇聯的依賴 就和中國勾搭上了 當然這種勾搭是要錢的 羅馬尼亞希望中國援助他們15座機械製造廠 既然和機械相關的 周恩來就把這個事兒交給了壹級部 壹級部挑來挑去只有江澤民最合適 所以當時年僅44歲的江澤民 成功成為了中國代表團團長 初訪羅馬尼亞 就像當年江澤民要前往蘇聯拉援助壹樣 老江在前往羅馬尼亞之前 又把羅馬尼亞語給學上了 老江到了羅馬尼亞之後 基本上已經能用羅馬尼亞語進行簡單的溝通了 當江澤民還在羅馬尼亞訪問時 1971年的9月 毛澤東同志的親密戰友和接班人林彪出逃蘇聯 飛機飛到半路失事 林彪死在了蒙古 林彪一死 黨內高層的勢力平衡就被打破了 此時正在江西修拖拉機的鄧小平同志 敏銳的修到了機會 於是在11月寫信給毛澤東 說林彪不亡,天理不容 然後順便承認了自己的錯誤 最後又表示希望能夠給國家再做點事 1972年2月尼克松訪華 中國開始與美國聯手制蘇 作為一個共產主義國家 與資本主義國家聯手壓制另外一個社會主義國家 這個時候再說什麽反右,反修正主義 好像就有點怪怪的了 1973年2月 原黨內2號走資派,現1號走資派 鄧小平同志歸位 重新回到了他的中南海故居 3月小江江澤民同志 終於與羅馬尼亞政府 最後確定了援助的所有的細節 為他的政治履歷又增加了點硬貨 鄧小平這次的重新上位 獲得了很多人的支持 文革剛開始的時候 一個非常響亮的口號是 宁要社會主義的草 不要資本主義的苗 可是當你家裏真的只有草 而且眼見著以後也只有草的時候 你就會想要不然就試試資本主義的苗 鄧小平剛一上位 就對當時的經濟、軍事、科研等方面 進行了全方位的整頓 並且著手為很多在文革中被罷出的大原本翻案 鄧小平在毛澤東面前非常的溫慎 但是對上四人幫就完全是另外一番態度了 當時毛澤東的年紀已經非常大了 對兩派的制約開始變弱 四人幫能夠上位完全是靠著毛澤東的個人威望 鄧小平則是純靠硬工 兩派孰強孰弱那是非常明顯的 毛澤東實際上希望兩派的關係能夠彌合 這樣在他去世之後可以保住文化大革命的政治遺產 但是顯然事與願違 為了保持平衡他就只得去打壓鄧派 但是毛澤東知道這個時候中國再也經不起折騰了 鄧小平也不是原來那個簡單的修正主義的代言人了 他現在不但代表著修正主義 而且還代表著所有的反四人幫的群體 周恩來在1976年1月8日去世 在鄧小平給周恩來制到此後鄧小平就遭到了軟禁 隨後鄧小平在2月辭職 在他辭職的同時全國各地都在散發大字報 反對四人幫擁護周鄧 4月4日清明節將近200萬群眾前往天安門 悼念周恩來反對四人幫 這個就是政治能量的體現了 在那個沒有手機沒有網絡的年代 能夠組織起一個200萬人的活動 這說明了什麽呢 不言而喻 當時文革派的北京市長吳德就說 這是一次有計劃的行動 鄧小平從1974年到1975年做了大量的輿論準備 今天出現這件事情是鄧小平精心策劃的結果 性質是清楚的 就是反革命事件 4月5日北京出動民兵公安 清理了現場所有的劃圈 還逮捕了一些人 4月7日中央政治局召開會議 決定撤銷鄧小平在黨內外一切職務 但是非常耐人尋味的事 毛澤東托付自己的貼身警衛汪東興 在這個時候對鄧小平進行了保護 在這之後的幾個月裏 四人幫都在忙著批鬥鄧小平 轉折發生在9月 9月9日毛澤東實施 10月6日華國鋒汪東興葉劍英 發動了懷人堂事變 被毛澤東評價為支持的人不多 反對的人不少的文化大革命宣告結束 此時四人幫的大本營上海 還擁有3萬多的兵力 他們佔據了所有的媒體 阻斷了一切來自於北京的信息 順便插一句 最近一段時間總有人說 上海人小資是個買辦城市不夠進步 但是實際上近代中國最先進 最激進的思想 大多產自上海 文革也是張春橋和姚文元在上海發動的 介於上海的不配合 黨中央只派了一個14人工作小組 到上海進行接收 成員中就包括了江澤民 作為一級部派出的人 江澤民的主要任務是恢復上海的工業和交通 在中國這樣一個中央集權的國家 上海的造反派沒有能做太多的抵抗 就放棄了 這讓江澤民在到達上海後 得以馬上就開展了他的工作 江澤民首先把一些關鍵官員官服原職 然後又把被造反派私自任命的一些官員罷免 其後江澤民沒有急著做太大的改變 而是慢慢的恢復在文革中被廢除的正常管理機制 他還為工人設立了有限的激勵機制 這個其實就比較的資本主義了 江澤民甚至還要求重工業工種 需要穿更安全的工作服 而不是革命服裝 這在現代人看來再正常不夠 但是在當時可以說是有些大膽了 江澤民在上海的工作大獲成功 一年後返回北京 但是他卻沒有獲得他應有的獎勵 因為此時華國鋒和鄧小平正在對稿 華國鋒兼兼著兩個凡事 其實就是保守派 不希望在之前的政策上做太大的改變 鄧小平的是改革派 和華國鋒這樣的保守派 自然就沒有辦法和平共處了 鄧小平和華國鋒了兩年法 終於在1978年年底的中共中央會議上 為自己平反了1976年4月的天安門事件 並且在會議上嚴厲批評了華國鋒 而華國鋒也承認了自己的錯誤 贊成了鄧小平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的理論 與此同時鄧小平的大批舊部都得到了平反 並且被安排到了關鍵性的崗位上 胡曉邦成為了中組部部長 每天給人平反 習仲勳成了廣東省委書記 博一波成為了國務院財經委員會的委員 隨後成為國務院副總理 而江澤民的老大哥汪道涵也得到了平反 擔任第一機械工業部的副部長 1979年4月鄧小平提議建立經濟特區 鼓勵外國投資者在特區進行投資 國務院因此特別設立了國家進出口務委員會 以及外國投資管理委員會 兩個委員會的主任都由副總理古牧擔任 鄧小平在政治局會議上表示 中國要不拘一格的發現 和提拔有前途的中青年幹部 要尋求革命化、年輕化、知識化、專業化的人才 此時的汪道涵已經被任命為上海市市長 而古牧在50年代也擔任過上海市委副書記 和汪道涵也是老相識 汪道涵在聽到了鄧小平的指示後 馬上就向古牧推薦了江澤民 上集說過 江澤民年輕的時候在上海保衛過冰淇淋 生產過肉罐頭,還做過肥皂 古牧對這個精神小伙也有印象 既然那是自己人又有能力 於是就馬上任命江澤民為兩個委員會的副主任 兼秘書長、黨組成員 在一級部外事局副局長的位置上熬了4年後 江澤民終於混到了副部級 1980年江澤民帶團出國考察了12個國家 主要的進出口中心和自由貿易區 這個裏面有個趣事 我估計一些人也知道 在考察新加坡的時候 江澤民實在受不了團裏翻譯的憋角英文 乾脆自己全程充當翻譯 在回國後江澤民和他的小組 準備了一份非常大膽的報告 包括允許外資企業雇佣和解聘工人 授權地方政府減免稅收 轉讓土地以及保留外匯 這在當時可以說是非常激進的 共產主義國家是不存在解雇這個東西的 而中國又是個中央集權國家 毛澤東時代搞人的時候 一個重要的理由就是搞自己的小山頭 賦予地方政府過大的權力 賦予地方政府過大的權力 不就是鼓勵地方政府搞小山頭嗎 江澤民帶著他的提案 向全國人大做了報告 代表們認同不認同不說 但是他的發言受到了普遍的好評 大多數代表都認為他雄辯幽默 有表現力和邏輯 最後江澤民的提案沒有獲得一致性通過 但是人大也同意了有條件的推進 就是在江澤民的提案上增加了一些限制 這一波操作直接就讓江澤民進入了黨內高層的視線 最關鍵的東風馬上就要來了 1982年的一天 在一次會議結束後 江澤民走向時任副總理兼國防部長張愛平 然後不經意的問道 您還記得江上清嗎 預知前事如何 請看上期 預知後事如何 請聽下期分解 既然我們有關明的這點 他也說明的 拜託 請問客